大家好,今天是苏雅和批评书 孟晚舟的事情还有得说,而且很有趣 中国国内的老百姓平时都憋坏了 孟晚舟的事情终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谈资 各种有趣的联想,各种有趣的猜测,各种有趣的谣言 各种有趣的段子 所以有些人也给我围尿 然后我赶紧拿来跟大家分享 说孟晚舟跟毛主席之间的血缘关系 那绝对是很多个细心都可以证明的 有人又从中国的股诗里面看到了痕迹 大家都会背的一句股诗叫陈州 不是,叫什么,两岸原生踢不住 是吧,青州已过万重山 说这句话里面也有孟晚舟和毛拉肉之间的血缘关系的痕迹 都是在第二个字 这是叫做什么 在中国的传统文人眼里 毛泽东是个传统的文人 他是个正二八经的文人 我之前说过无数次 文人千万不要治国 文人一治国,这个国家就遭殃 什么诗人,什么文学家 都是脑子进水的 在他的纸上写点文学 写点诗歌是可以的 挺好给大家带来一种审美的愉悦 挺好的 但是文人千万不要治国 千万不要当皇上 千万不要当官 像我这种一句属于文人 我这种人如果当官的话 那绝对是 当一个村长,村里老百姓没日子过 当一个乡长,乡里老百姓没日子过 如果当到习近平这个位置 那绝对中国人要死一多半 那就是纳迹知道吧 文人他没有这个才华 为什么呢 因为文人他高估自己 他靠想象立志国 但是治国这个东西 他是靠什么,靠常识 靠基本的一些个秩序 你要守规矩 毛泽东这个人天马行空 是不是 和尚打伞 是无法无天 你知道吗 就是个男人 但是他文人的趣味 有时候你能够看出来的 就是两岸原身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所以他是从这个里面 给孟晚舟起了个名字 你是不是觉得有道理呢 还有人说的 也是国内的一些个人的段子说 说你看晚舟 为什么一个晚子呢 上次我说的是艾婉婷 也有点道理 但是晚是什么呢 那他那晚年得子 老来得子 是不是 毛泽东都72年生的 72年他都多大了 都72年的话 他79岁了 是吧 他83岁死的 他是76年死的 他79岁跟孟锦云滚床 滚出一个娃出来 你想想 这多高兴了 他是他最后的一颗金子 所结下的果实 知道吧 他是最后一个孩子 这其实我们说实话 中国的人 如果你当官发财 你当官当到毛泽东这个位置 就是皇上 历史上哪一个皇上 不都是你想想以前公开的 3000个嫔妃在后宫里面 你想干谁就干谁 是不是 那你只要你身体好 你每天可以让一个女人怀孕 你说是不是 只要你身体好 那他该生多少孩子 他以前的皇帝他是公开的 后来的皇帝像毛泽东这种人 他假不假是把皇帝要赶走 是不是 说晚清垮台 中国去再也没有皇帝的 哪有可能呢 皇帝越来越坏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皇帝他搞这些事情 他公开的 他是道统 皇帝就应该睡这么多 因为皇帝的种好 是吧 所以皇帝就应该多生孩子 所以你说乾隆啊 康熙啊 他到处约炮 不知道有多少私生子在民间 这是很 而且皇帝他除了约炮 除了皇宫里的那几个嫔妃 他还经常去逛妓院 你说是不是 找妓院挺有意思 挺刺激 所以有很多皇帝都得了没毒了 这个东西其实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其实没那么恶心 我个人没那么恶心 你说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 圣经里面你说所罗门 他娶了多少 一千多个美女 都是从埃及娶过来 埃及的女人的壳脚 漂亮的 是不是 埃及仰后 漂亮的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人都这样 是吧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现代的一个皇帝 就是他又要搞这个事情 他又要装差 就是伪善 一大大方法搞呗 是不是 你79岁你能够滚出一个小姑娘 说她多有意思的事情 你应该大张旗鼓的祝贺 应该把这个孩子放在自己的身边 让他心毛 不要让他心梦 是吧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代的政治家 政客 他跟过去的政客相比 他真的就是伪善 伪善到极致 包括美国的这几个人 你说是不是 你说你个克林顿 你搞那些个妖娃子的事情 你就公开的搞呗 是不是 哎 完了以后你还 你还假不假设自己是一个真人君子 还说不撒谎 你能不撒谎吗 谁能做到不撒谎 你能做到我能做到 他不可能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个事情 他很有意思说出来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从这个地方 你能发现 共产党是个 又要当婊子 又要离牌坊 知道吧 你搞进了人间的所有的淫乱的知识 完了以后你还把自己搞成个伪光镇 搞成像神一样的存在 至于吗 累不累啊 所以毛泽东很累吧 看着自己的女人给他滚了个娃 这么年轻的79岁的 莫婉正的妈的说多小啊 是不是 还有估计20岁都不到 你说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是不是 哎呦呗 真是不得了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分析有道理呢 为什么也就是有些段子 说这个陈州河板千番果 不是不是陈州是吧 我一下又又又说说说说 说到另外一句失去了 就是什么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有万种山 为什么我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呢 是因为我的小时候很小的时候 我刚开始学习作文 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句子 为什么呀 因为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的 要么就是毛泽东有一篇这个什么 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 要么就是邓小平上来以后有一篇社论 那时候我们几小孩嘛 特别小刚认识字没多久都估计人是千毛字 但是我特别爱看报纸嘛 因为我没别的书看嘛 要么是小人书 那我们家穷啊 小人书都买不起 是不是 那我有一次去我的表弟家 我表弟是城里人 是吧 小镇上的人去城镇户口 他们家条件好点 他们家有很多个小人书 我就拿了几本看 我想拿回去 他不让我看 不让我拿 我的姑姑也不让我拿 嫌我们是农村人知道吗 然后我就觉得挺郁闷的 我现在还记得 他们家一堆的小人书 什么铁掉游击队啊 什么小平章改 这些东西啊 就是我们就没有东西看 但是我爸呢 是个生产的小队长 所以呢 他呢 有时候就开会 他有时候拿一两张报纸拿回来 然后我真是就是从人民日报的报头 开始 一个字一个字全读完 然后我爸那时候觉得我是个天才 知道吧 因为因为你那么小 你很多次你不认识啊 然后他就他就考我 他说你你你人是多少字 你给我把这篇文章 从头念到尾试试看看 然后他就坐着听 我还真把他能从头念到尾 其实里面好多字我不认识 然后我就我就就绕过去啊 用我的那个语言把它绕过去 他你听不出来是不是 这这个话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 第一呢 说明我那个时候就爱撒谎 知道吧 这个字明明不认识 你应该说应该承认你不认识 但是我可以把它绕过去 知道吧 第二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时候读人民日报 就记住了这首这句诗 我肯定没有读过这首整诗 我只知道什么什么 啊这个关于这个案呢 关于这个什么周的什么啊 这个这个两岸原生提不住 完了以后我把它背下来了 背下来以后呢 那时候刚开始写作文 我就把它写在作文里面 其实也估计是用的是奇奇怪怪的 反正我就把它塞进去了 然后我们那个作文老师 看到了以后就都惊为天人 就哇塞 我们班上出了一个大才子 以后是个作家啊 这么有才 这两岸原生提不住 千州以国万州山 我估计我的老师都不知道这个人 这首诗是谁写的啊 只是觉得这个句子放在里面很牛逼 很洋气很美 就是很有古典的文学范儿 是不是 所以我那个时候都就就就知道 这首这这一句诗啊 我印象特别清楚 肯定是毛泽东啊 完了以后文革要过去了 是吧 完了以后说在社图里面写的这句话 要么就是邓小平上来以后说过去 都已经过去了啊 病人就就就就就叫什么啊 叫做什么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以国万州山啊 要团结一直向前看 还有一句是我也记住的 就是刚才说的 就成州策判是吧 千方过 病树前头 万牧春 我那个时候也小时候 非常小非常小 上学不久 估计四五年级的样子啊 我就记得这个话 而且我也把它塞在座儿里面 所以我我从这个 我的儿时的一个记忆里面 我能够大概齐的做出一个分析 或者做出一个判断啊 就是孟晚舟这个人的名字啊 他晚舟这个人的名字绝对是毛泽东给他写的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一个佐料啊 一个证据就是有人看出来的 你们大家有人在推特上看吗 就是讲说这个任正非啊 在那个年代啊 他是个非常牛逼的人 他当时是个军人 他什么时候啊 他在1984年 你知道吧 就已经什么 就已经登上了人民日报的 爆头的头条的头版的新闻 是他在是一个穿一个军装在那里干活 是吧 因为他当时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个技术工程师在那里干活 所以你就想想吧 就是任正非 你就是个普通的一个技术员 你怎么能够就是上人民日报的头条呢 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啊 也不叫头条 头版 你看完一下我们都知道 人民日报经常 今天的人民日报经常整个一版面 全是习近平一个人的 连李克强都上不去 你什么时候见过李克强 上过几世人民日报的头条啊 头版呢 都在最多放一个小标题 完了以后第二页的内容放在 内容放在第二页第三页 是吧 第三版第二版 所以你想想 他那个时候任正非之所以这么有名 也应该是与毛泽东直接清点有关 觉得我干过的女人啊 你你把她取进去了 你你很不错啊 我作为皇帝 我表扬你一下 把你竖成一个典型 一个带绿帽子的典型 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带了一点绿帽子 虽然你的绿帽子看上去 前面还有一个五角星 是 但是也是一个绿军装 是不是 也是绿色的绿帽子 多了一个五颗星 挺有意思吧 这不是笑话 分析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啊 所以中国的事情 它就这样 你知道吗 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这个孟晚舟这个人 孟晚舟这个人她也不知道 是吧 你毛泽东跟孟建云滚床 那你滚出他的 孟晚舟何罪 只有呢 关键就是什么 就大家都装 大家都 就是 一起的哄台 这种这个伪善的文化啊 这种这个 啊 谎言 你大大方说自己是毛泽东的 亲生闺女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啊 就像当年的华国锋 华国锋为什么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呢 那不外乎 只有一个原因呢 是不是 他谁都不相信 他相信谁呢 他谁都不相信 他本来想把他的权力送给这个什么江青 但是江青是个女人 而且本事也不大行啊 最他最后的想法就是我让我的私生子华国锋来做这个做这个什么中国的皇上是吧 让他老婆的去辅佐他 这样你们都是我的啊 就是 一家人 这个江山不就稳固了吗 他就怎么点到你 你有毛泽东有什么东西啊 就是 真是叫太阳底下无心事 中国的时候那帮一粒狗操鸡毛的那些个事情 所以你现在 说起这个任正非 说起这个孟晚舟 其实你从很多个细节 啊 你能看得出来 就挺有意思啊 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我明明觉得可笑 我只是觉得悲哀你知道吗 啊 任正非也很悲啊 孟晚舟也很悲啊 毛泽东其实也很悲啊 毛泽东其实也很悲啊 你都死了这么多年啊 你还拿出来 有些事还被人扒 是不是 你习近平也很悲啊 你中国没有一个人幸福的 你以为你幸福吗 谢谢大家